美国劳工部8月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7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8.5% 低于6月份创40年新高的9.1%涨幅 汽油价格下跌抵消了食品和住房成本的上涨 7月份通胀减速幅度超过预期 反映了能源价格的下跌 这可能会减轻美联储继续大幅加息的压力 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联储主席卡什卡利表示 很高兴看到通胀率意外下行 但美联储还远未到宣告抗通胀胜利的时候 希望美联储利率在今年年底前达到3.9% 在明年年底前达到4.4% 认为美联储会在通胀仍然高起时就降息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美联储将加息直到通胀缓解 CPI数据发布后 美国国债收益率全线下滑 标普500指数开盘走高 美元大跌 8月9日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三位法官 以三票赞成 零票反对的结果裁定 国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有权从美国财政部获取前总统特朗普 从2015年到2020年的税务记录 接下来 特朗普团队还将可以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 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尼尔当天表示 在获得特朗普税务记录后 将展开对国税局总统审计项目的监察 由于美国的高通胀 社会保障福利金有望在明年迎来40年来最大调整 据非盈利性老年公民联盟的预测 如果通货膨胀率在未来两个月平均保持在目前的水平 大约7000万领取社会保障福利的退休人员和残疾人 在2023年可能看到他们的每月支票增加约9.6% 约159美元 全年额度将从今年的1656美元增至1900美元 此外 明年医疗保险受益人也有可能降低保费 医疗保险信托基金受托人6月的一份报告预计 2023年B部分保险费将保持稳定 每月170.10美元 该报告预计D部分处方要保险的月基本保费将略有下降 从今年的33.37美元降至2023年的32.90美元 据ABC8月9日报道 TikTok上的新挑战正在导致全美各地的现代和启亚车主 成为汽车盗窃的受害者 洛杉矶县莱克伍德的一名车主的汽车就因此在30秒内被盗走 车主克里费尔德加的监控摄像头拍到 一名男子强行打开他的2012年产现代图森车的车门 跨进车里并驾车扬尘而去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成为目标 但全美各地的有关部门正在调查现代和启亚汽车盗窃案的增加 他们警告车主一项新的TikTok挑战鼓励人们撬开这些车 据称这些视频教他们如何使用USB线启动汽车 欧洲正在经历历史性的大干旱 高温造成欧洲大陆的河流水量正在不断地被蒸发 堪称欧洲经济的生命线的莱茵河因高温导致水位下降 部分关键河段预计8月12日起无法通航 阻碍包括柴油 煤炭等能源产品和其他工业商品的运输 穿越中欧流向黑海的多脑河同样遭遇水位下降 影响股物等商品的贸易 同为欧洲主要航运河道的伊北河 数周以来也无法让货船满载甚至无法让货船正常通航 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计算 欧洲大陆的河流和运河每年相当于为每一位欧盟居民运输超过一吨的货物 仅作为运输方式就为地区经济做出大约800亿美元的贡献 伴随灾情持续加重 各国以水资源为基础的能源利用也先后遭遇困境 使欧洲能源危机更加雪上加霜 基准德国电价8月10日升至创纪录新高 欧洲天然气和煤炭期货一并飙升 等待会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